《RPG 回合制手》由《魔女之拳 3 》 終於開放下載啦 雖然目前 Google Play 還沒有支援中文版 但精美的立繪和好上手的介面 已經讓人等不及搶先體驗囉 故事接續前作《全職戰爭》之後 講述一位擅長操控人偶 並且住在迷霧森林的魔女 艾露迪的冒險故事 和前作不同的是 這次有魔法師、召喚師、劍士三種職業選擇 並且修改了修煉的功能 以天術來取代血量或是魔力消耗 但會以劇情進展來限制次數 玩家們可要慎選修煉內容囉 在戰鬥功能也有大大的不同 除了可以透過生命時唤醒新的人偶之外 還有劍術以及防禦功能 讓戰鬥時不再只會放魔法囉 MING PAO CANADA